开阴阵小刻了珍宝阁的虎阵 阴阵两个速度外 对面虎阵没有速度外 所以这场比赛 羽岛这边的速度应该是可以拿到的 两边的阵容 关键方风脉带弹速武装 辅助带化身 输出带石头领加神木领 珍宝阁风气带弹斯武装 辅助带化身 输出带石头神木 两边的阵容一模一样 来这场比赛因为 没有地府和大同官府的存在 所以物理移速的一个重要性 是比不过风系移速的 而且一名玩家的物理速度本来就快 所以这场比赛 宝阁不仅仅面临着被预导小刻 而且有可能会碰到 风系移速丢失 风系三速二速丢失 输出移速丢失 输出法系移速也丢失 而且被关键方克正 同阵容投非阵型 非同阵型 关键方达到了几乎所有的速度 而且对面石头领的个人能力 跟关键方比应该是不够的 即使对面才虎同位 他打出来的伤害配比 应该永远没有关键方这个石头领的高 好我们就看关键方风系怎么玩吧 同样的阵容 在风系占优的一方 那么他是不急于去推对面的 而对战方那边的话他也没有能力来推 所以他需要想办法把风系速度稍微改变改变 即使不能够永久性拿到 稍微的话给关键方造成一些困扰 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不要让关键方风的这么舒服 让关键方手领漫天跌得太顺利 这样子在早期十回合 假设关键方蝶的节奏太好 对面后面是没法打的 而两边目前看到的都是清丑蝶状态 变伤开起来的效果不会特别好 因为物理系的话并没有跟上 我今天没有迟到 只是跟兄弟们聊了会天 也是一点钟左右到的 一点零四分开的直播 然后跟兄弟们听了一首歌 稍微落了几学科 再接近完比赛 所以你们没第一时间进来的话 可能会觉得我迟到了十分钟啊 实际上咱们是准时准点的 好比赛四回合 虽然看在别的地方 或者自己看过了 也愿意来我这儿听我解说是吗 非常感谢 也非常的荣幸 好我们右击一下看一下 这个石头岭的话 有几层状态了 因为比赛才刚刚开始 石头岭的一个漫天 以及花生寺的人心很重要 直接飞 观战方是不把对面当人了 那我们看一下花生寺的人心 花生寺目前是没有人心状态的 也就是说它活血一次都没有去开 石头岭的话 在四个回合就开飞机 我估计也没有漫天花雨 其实有风气速度的一方 它没有必要跟对面对飞的 真的要急于飞机 那应该也是珍宝格那边急 它不想让观战方敌状态 又不想让观战方两个风气卡风 把对面封成狗 所以它可能会急于开面场 观战方没有必要 舍己之常 跟对面对聘 比赛四个回合 第一圈飞机飞完 两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黄条先涨一圈 物理外都没有漫天花雨 这场比赛 我刚前面讲的 宝格抢速度 目前还没有出现 如果兄弟们 观战方武装封武装 盘司封盘司的操作 一旦开始进行 速度上对面又不能给 观战方造成困扰 这场比赛 我们就退一步讲 对面的输出比观战方高20%吧 他也打不赢 更何况 对面的输出 可能还不见得比观战方高 比赛五回合 对面圣木灵的话 是不停地开面上 而且这种开完之后 他其实有一些 逼黄条的意思 指挥知道 心里也非常的清楚 他想要在早期 把鱼岛这边的黄条控制住 不让观战方开金和开罗 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他又在开面上 然后又不走 效力藏道 目的就非常明确 想让观战方把初始 切进场的那波黄条给用掉 你不管是开金也好 开罗也好 对面都不防你 等你开完之后 下一波 你的黄条就会吃紧 如果观战方 洞察了对面的意图 先不开 让对面方推 观战方自己硬扛 能扛得住的话 对面就真的没有花招了 比赛六回合 观战方永远在跟对面对飞 可能是有一些骄傲在里面 给鱼岛的这套阵容 是目前所有服务器里面 用同阵容里面最强的 所以他有一些 不乐意在抢的速度 跟对面的话玩风系的战术 观战方有一个倒了 愤怒清空 比赛七回合 这个倒的还是全场的风外一速 与此同时 观战方这边的三速还丢了 现在退回来打 有没有问题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宝宝新老交替 好 又死了一个 比赛七回合 赶紧叫丑 而且盘思动这个位置也要顶大金了 身上有进到大金顶不上去 化生死刚刚前面 没有叠人心 观战方又死了一个 A拉B 拉起来没有9 直接封印 如果这场比赛 观战方这样子被对面直接平推推掉 那真的是有些大意了 封死一速对面并没有构成任何的干扰 全场的一速一直都在观战方武装罐手里 想要让对面打成挺手 这个时候的阴击可能不太可能 而且比赛马上十回合了 现在观战方面临两个高速位置 黄条清空的一个难题 还好神木灵给了一个救命精气 不知道能不能续上下一个罗汉 因为对面明显要交地听了 观战方得为下个罗汉金钟做准备 这场比赛平推 跟刚刚观战方这边开阴击和神木灵全秒 有很大关系的 就是舍不下那份骄傲 那同样的 如果观战方没有速度 你像现在这样打 其实是正常的 就像宝格这样打 但是有速度的这一方 就没有必要那么心急了 比赛9回合 观战方想要赌风 风出处 没有风进去 十回合 就可以向地听了 武装罐有酒吗 可以喝酒 如果观战方先 把武装罐拉起来喝酒 这个血条 走罗汉金钟可能也不太好血 他得喝酒走金钟 武装罐不是有一次强罗的机会吗 如果没有酒带 强罗罗掉吧 这个状态 珍宝格的指挥师一定会叫地听 给你玩平推速推的 就没有你风气表现的机会了 明知道观战方 只要稳住脚 一三速可以回到自己的手里 但人家不给你这个机会了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第九回合 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观战方这口蝉珠显得有点杯水车薪了 买不上去 就这么一点零元 直接蝉珠 详细买了一口 而且蝉珠不回 对面直接向地听来 十回合刚到 怎么办 他刚刚那一个回合 主战方为什么会出现三个倒地 我还 我记得那个回合之前 我还在跟你们讲 关战方在保留黄条 先不走 很贪心 想要硬顶顶一会儿 完成了一回头 发现这种黄条 全部清空了 怎么防 这个时候 关战方如果放任 对面三面上一起开 神仙都扛不住 就这个血条 没有罗汉精中 走了一个金星爵 这里有阴机 有神不灵的水秒 有地听的平秒 但地听的数据可能不会特别高 也到两千了 武装冠跟女儿村不一样 兄弟们 女儿村的话 作为经常抢异速的风静门派 他是一定会带救的 武装冠在不能确保自己拿异速的情况下 他可能不带救的 兄弟们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在解说的时候会讲 他有没有带救 如果没有带救的话 你要他拿什么喝呢 喝也喝不了 好关键方这波确实是硬顶了三面伤 看有没有磁黄普度吧 晚上看到第一场比赛 就比较戏剧化 没有磁黄普度 关键方起不来了 而且这一波他能 还能有两个位置站着 是把大特技全部都放掉了 欢迎9570 第十二个位置 关键方强行叫了只须米 想要告诉我们 他是死在冲锋的路上 而这场比赛的事实就是这样子 如果刚刚关键方心不急 因为对面肯定会急 等对面飞完 或者说是等对面强行打出出完 先防守 然后再防守反打的话 这场比赛对面应该没有太大机会的 第十三个位置 我也没想到 就那么一波 双高速位黄条清空 关键方直接就没掉了 这种如果直接被平推推掉 其实是有一些可惜的 因为他这个剑会 鱼岛打到宝格的可能会比较少 没有那么多场次 但第一场的话 比赛这么快速结束 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遗憾 不过我听说他们打了三场 我们昨天播了一场 今天播了一场 他下面应该还有一场 再加上鱼岛跟其他服务器的对决 应该还是比较好看的 有词号吗 在那只地听出完手以后 我说的话 有没有词号 没听说鱼岛的武装有词号 如果有 他肯定是拉龟宿宝宝出来了 这个时候去拉那个 龟宿的隐身丑 然后的话比对面的首饰单位要慢 拉起来武装 喝酒词号 但他没有去叫 仍然是叫区别真言 其实就告诉我们 他没有这个药品 或者说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特技 可能身上酒也没有呆